可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为什么呢 为什么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大家一定要知道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翻译 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你就明白了 阿翻译无 弥陀翻译量 佛翻译诀 翻译句 那你把阿弥陀佛把它翻成中文 你自己念一念 你把它看一遍你就明白了 你们想一想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呢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本名 我们一定要明白 佛名号的真正的含义 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呀 你神很多事情啊 不像一般人 你看 要拜千佛 要拜得很辛苦 你只有真诚心里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是千佛 是无量佛 全部都在这句阿弥陀佛当中 谁能够相信呢 谁能够相信这个法门呢 所以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弥陀经里面 看得很清楚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缘 这个法门真的是男性之法 所以你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这一段里面佛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 至于是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自信的本名 所以佛在大成经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也佛信 中风果实说得很清楚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本来就是你 你要接受这个道理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就是有佛性的 你本来是佛的嘛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反复呢 为什么呢 迷了嘛 你把世间把假的当作真 你今天迷了 你就是反复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末法世界 这个末法时期 众生的物质生活富裕 但是身心却不安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迷了嘛 贪欲 称慧 愚痴 傲慢 目中无人 对于圣贤的教诲 有怀疑 不相信 就是因为迷了 迷失了本性 今生才变成这个反复 你本来就是有佛性 虽然你已经迷了 但是你这个佛性还是存在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只是现在被迷住了 但是你那个佛性还存在 比方说好像一个人喝酒醉了 他虽然醉了 他暂时醉了 但是他那个我还是存在 比方说我今天喝酒醉了 他暂时已经醉了 但是醒过来 他还是回复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虽然我们今天被这个外面的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 自私自利已经迷住了 但是你那个佛性还是存在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尊敬的追统修大德 佛在华眼睛 佛成佛之后 为我们讲了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下面 喜宽 佛告诉我们 在华眼睛 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喜宽 喜宽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真的 你本来就是佛的 就是因为你的妄想 你的分别 你的执着 来障碍你本来是佛的 你今生可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能够了生死出三界的 那为什么了生不了 为什么往生不了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执着 因为对内心的贪欲 对外面的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来障碍我们今生 能够得到更圆满的佛果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尊敬的崔同修大德 你们的能量是很不可思议的 如果你的能量用在生活来赚钱 来搞明文立养 或者来搞一些生活富裕的这些 明文立养的这些的 那太可惜太小了 你能够把这个范围用得更广 把你的能量来做什么 来修行成果 那你就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尊敬的 注意同修大德 为什么偶一大师教我们 要信佛言 信什么呢 信你自己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信自己本来能够成佛 相信自己 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你只是因为信在迷了 但是那个佛性还存在 只要你觉悟了 你就是佛 你迷了 你就是众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偶一大师为什么把信佛言 排为第一的原因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教你要觉悟 只有觉悟的人才能够过幸福的人生 只有觉悟的人生才能够帮助了生死 只有觉悟的人生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 只有觉悟的人生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佛 回复本来的面目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劝导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文号的功德 就是这个原因 把你的自信本来的面目回复起来 那你这一生就不得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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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